基本情况 各位请 她是个老好人 永远在无条件地帮助别人 每个人都说她是好人 我是恶人 但是那么多年来我付出很多 我很委屈 家里事情她基本上不管 就别人有事情嘛 她都蹦到前面去了 也不讲有没有回报 反正我就特别生气 我老婆老是对我有抱怨 朋友嘛 有困难 我肯定要去帮一下 对不对 但是我又出钱又出力 我老婆又是抱怨 我都回报 她怀不怀怨 由他们 还有我弟弟生病 能不管吗 肯定要管 对不对 我是真的是很无奈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63岁 来自浙江个体 有请陈先生 有请 女嘉宾刘女士61岁来自浙江个体 来 有请刘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了 我们结婚37年了 37年了 对 我们认识40年了 我老公妈这个人啊 在家里反正什么事情也不干 完了呢 朋友 兄弟姐妹要帮忙呢 他义无反顾 是个老好人 我今天呢 要在现场 要唠叨唠叨他 要管一下家里 在前年 他弟弟呢 在石家庄承包了一个工程 工程进度也很快 工人呢 做活也很卖力 他特别高兴 完了呢 他就想庆祝一下 到酒店里去喝酒 酒喝多了 回家的路上 在工地里摔了一跤 脑出血了 就昏迷 深昏迷 完了呢 他农民工给他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以后呢 赶紧给他哥哥打电话 让他因为看病需要钱 让他送钱去 他一天以后呢 着急 就赶紧赶过去 把家里的钱都带过去 当时这么个情话 我弟弟的那个农民工呢 把我弟弟送到医院以后呢 再抢救 他们打电话给我 家里因为是 他那个石家庄没人嘛 没亲戚嘛 他们马上打电话 叫我干过去 跟我弟弟呢 跟我那是非常 从小非常亲爱 我11岁的时候 我妈妈29岁就去世了 根本我弟弟是我一手 好像从养大差不多的 烧饭啊洗衣服 都是我 11岁就洗衣服 烧饭 我对他很好 我弟弟出了事情以后呢 我好像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马上就家里拿了钱呢 到石家庄 在供弟弟 兄弟情深嘛 对 这也没什么 弟弟的家人呢 他一切就是60天 也不接我的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他根本就不利我 我的脚呢 长得窝窝囊肿 上厕所的时候呢 就是弯不下去 就蹲不下 完了呢 有个医生建议吧 就是用那个中药 调那个醋 把它敷在脚上 完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总觉得在床上会弄脏 我用那个塑料薄膜吧 把脚裹起来 裹了24小时 完了到第二天 发觉这个把尼龙袋 一弄开以后吧 这个脚就全部起水泡 这水泡还挺厉害 就是脚上 就是流黄水 特别疼 疼了以后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能不能回家 稍微带着我去看病 完了他就不接我电话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生气 这脚都烂了 就是每天这个地下的水 一大滩 那么我就完了呢 我儿子在上班 他也挺忙的 因为搞设计嘛 搞设计他 我也不想耽误他 因为也挺忙的 您需要照顾的时候 联系不上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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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需要看病 我弟弟的工程呢 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弟弟签了合同 他住了医院以后呢 这个合同也要履行的 这个房子要交付的 开发商跟我讲了 这个事情你必须 你大哥必须承担 你这个事情要你 重新续签一份合同 要我来签 他说你不签的话 你以前 你弟弟以前做的工程的 那个进度款拿不到 一份钱拿不到 还要罚款 那我没办法 我就在那边 跟他签了续签合同 跟他写了个协议 因为开发商跟我讲 如果你 你如果延误公期 可能要罚两千多万 您知道爱人也在生病吗 我不知道 电话 电话也没接 我接不来电话 他唠叨我的 他骂我的 老师 所以您了解他的脾气 你去躲的 这里重要 两头老婆和弟弟 我弟弟这里 这个情况比较重要 我在那个工地里 干就60天 干完 全部完美完成 我弟弟毛病也好了 现在就是走路 就是这样 还可以 等于工程也做完了 做完了 弟弟也没有生病危险 没事 后来回到杭州养了 养病了 回到家里以后 这个人满脸都是红须 瘦了20多斤 心疼吧 心疼是心疼 就是有点生气 为什么你自己也不管了 对不对 身体也不管 家里也不管 连个电话也不接 反正就是 反正挺恨的 我再说就是还有 在世纪清吧 我们不是 我们世纪清不是有个摊位吗 早上我们三点半是起来 四点半要上班 完了就是家里不大管的牢 刚才有一天 我就觉得家里有点事 我跟他说 我说你把摊位管一下吧 我说我回家一趟挺快的 就两个多小时就能回来 他说可以 他就管了摊位 我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 两个小时以后我就回来了 我说今天怎么生意那么好 东西少了一大堆 他说没有 一件也没卖 我说一件也没卖 怎么那么大一堆衣服没有了 完了我就去点货 一点货就是少了四千多块钱 这个四千多块是进货的四千多块钱 没了 我说你怎么回来 你去哪里了 其实对面那个老板娘 她又有事走开了 那我看看 我就那边给她管了 管了一会儿 把自己摊位忘了看了 还有第二个星期了 第二个星期 因为就是白天 都在世纪清做生意 就是没时间洗被子 我说被子我觉得特别脏 那完了呢 我说我回家 回家一趟 我还不能跟他说 我要去洗衣服 洗衣服他就不让 你生意不做 你回去干嘛 还洗衣服了 不能洗衣服 那我说我人累 我想睡一觉 他想你四累 每天三点半起来 你是得睡一觉 一年四季这么多年了 好 你去睡吧 我管了 你去吧 完了好了 两个小时以后回来了 我把被子洗完了 我回来 我说你今天生意又那么好 又少了一大堆 没有啊 一件也没卖 他又没卖 是来了个朋友 来了个同学了 老同学 他问我借钱 跟我借钱嘛 我跟他聊天 走到市场门口 两人家聊天 出院了 罢了他管贪位了 因为我平时贪位不管的 平时我不管贪位 他在管贪位 他不做贯的你知道吗 他贪位不管 又偷了时间 那等于说半个月里面 我家衣服 净价偷了八千多块钱 这我那天的 真的很生气 我气死了 这气得个人都发抖 我就使劲骂 我这贪位 使劲喉咙很想再骂他 骂他以后呢 不是贪位旁边 我们时间做了长度 是认识的老板 那时候走过来 哎呀你别骂了 你看他的腿都在发抖 懂得厉害了 他你骂他干嘛丢也丢了 你骂他也没有 我说我真的 这口气憋不出来了 我憋不过来 反正就是生气 特别特别生气 我就时间骂 骂了一个多小时 他还嘴吗 他不还嘴 他知道他错了 他也没管了啊 对不对 就是为了朋友借钱嘛 他一天到晚朋友朋友 就这特别生气真的 现在吧 把朋友的那个小狗 带到家里来 我朋友呢 他养了 他老婆养了这小狗 每天呢 在那溜弯 在外面是四点钟 五点钟 他老婆有 好像精神摔着 睡不着觉 四点五分钟 就带着小狗去溜弯 天天溜弯呢 这狗呢又习惯了 四五点钟 你不带他出去啊 他乱叫 乱叫嘛 隔壁邻居啊 拿石头 把他窝里上砸了 我那个朋友 他跟我讲 我家里不能养了 这养血要打架了 他跟我讲 大兄弟帮帮忙 你能不能 这狗养到你家里去 那我就带回来了 带回来 我家里一个阳台 比较大一点 有六十个平方 那我就带在阳台里 养一养小狗 他回来 天天跟我吵架 这么多年了 跟他认识四十年了 都结婚三十七年了 家里大小事物 都是我一个人干 是不是 他不管不去管的 他又不要给我制造麻烦 我就觉得特别累 你比方说 他走到哪里 这个狗跟到哪里 那我家房子挺大 两层 完了我把 我这个人有点 那个 习惯 就是一定要把家里 弄得干干净进去 那看上去不是挺干净 心情很好 完了他呢 就把一个狗趴领进去 这个狗吧 他的那个 做记号 这个地盘是他的 这里一堆屎 那有一堆尿 他整个半斤一弄 就我一看 这不打一出来 我就气得不得了 这个生气 特别特别生气 这说不出来了 这个气是没法说了 明白了 特别生气 我就会唠叨他 有时候真的 那也不唠叨 我就跟他吵架 我就使劲吵 就是不是呼吁的 是我没看到 看到我早就过来 听您的介绍 你应该做生意 做得特别好 对吧 还可以 我挺操心的 我喜欢完美 操心又精明 对不对 我喜欢完美 这个37年 嫁这个老公 嫁得怎么样 合适还是不合适 算过吗 说句良心话吧 人倒是不错 这咱们的一分为二 对不对 他烟酒不吃 老酒也不喝 烟也不抽 麻将老开都不来 确实是个好老公 但是有时候 我就受不了 他这个就是 召开来就是 比方说烧菜 烧菜烧完了 烧菜是挺好 烧完了以后 所有东西都不管了 我那不行 不是 赚了还是赔了呀 这怎么说呢 赚了还是赔了 反正有点多吧 反正就这个地方 我真的不满意 一定要给我改过来 真的 年轻的时候 要稍微 人挺好的 年轻的时候这些习惯 我反正也年轻 我有体力 我能帮你兜着 现在我也上了岁数了 我希望呢 你能有所改变 是这意思吧 对 好 其实大姐 我觉得大哥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说来说去 顶多就是一个不收拾 是吧 对 已经很好了 而且到这个年龄 你想改变它 我觉得已经很难了 事实上大哥 我听到他在家里 你看 所有的这个烧煮 都是他 我觉得对于一个男性来说 很不容易 而且到这个年龄 他也不爱出去 就爱在家里 六十平米的 那个阳台上 遛遛狗 您还要怎么样 大姐 不是我说 你身在福重不治福啊 其实你说的这些 我感觉到 都是生活的琐碎 你既烦恼 但是想起来 是不是也很甜蜜 也不爱抽 也不爱读 也不爱外面去玩 知足吧 您 谢谢大姐 对 谢谢周老师 这个真的 来 齐总 大姐心里一定非常郁闷 类似的话 她听别人说了很多了 一定是这样 但凡大姐只要敢出去 跟别人说 自己老公不好 一定会 基本上90%以上的人 都会向上老公 为什么呀 热心肠 帮助人 对不对 大哥是在外面 绝对都是好人 一提到大哥 就大拇指一说 这老婆怎么回事啊您 有这么好的老公 你还不知福 还埋怨 赶紧没事偷着乐去吧 对 外面他们是说 他是大好人 肯定啊 他是好人 但事实是这样吗 怎么好事都让你给粘了呢 那背后受苦的是谁呀 是大姐 对 我举几个例子啊 朋友的狗 因为不能在家里养 对不对 让您给带 对吧 接回来了您收拾了吗 好 好 到让您站了 对不对 人家说感谢啊 结果呢 受苦的是大姐 大姐的生意 隔壁人家 对吧 需要你帮忙照看 您去了 可损失的是大姐呀 受到感谢的是您啊 对不对 您弟弟 您亲戚 是有了问题 有危难去照顾 应该的 但是大姐这边呢 生着病啊 您不管不问 您对大姐这块是太自私了吧 对 但凡有对外人那几分好拿出来 二分之一对大姐 我觉得 这事大姐就不会到处去说了 对大姐热心点行不行 对大姐无私点行不行 为大姐多分担点行不行 行 那您就是一个真好人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刘娜老师 其实就是一个面上的嘛 一个李子上的 这个面上的风光全占了 然后李子里面背地受了多少的苦 大家也都不知道 就想一个问题大哥 当您有一天生病了 倒下的时候 是谁在您的床边照顾您 那肯定是我老婆 对 所以如果到那个时候 您才反过劲来 说 哦 原来一辈子 我对那么多的人好 到了我到这个时候 守在我床边的只有他 对 那个时候反过来劲儿就有点晚了 所以趁现在 还没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多对这个将来会守在您床边 给您递水 喂饭 端屎端尿的女人好一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这个世界 评判一个好男人 就是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不良嗜好就是好男人 也对 但也不对 我觉得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责任体现在 对于自己的至亲至爱 那份的照顾和疼惜 您干家务有万种理由 不干家务也有万种理由 而理由的核心就是因为这是您的家 您爱的地方 您的爱人在这里就好了 所以想想未来的事情 现在所有的结儿就迎刃而解了 对吧 谢谢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刘娜老师 来 图老师 对于一对夫妻的评价 从来都是整体的 不能说 丈夫有多好 妻子有多不好 夫妻之间是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耻辱 是两个人共同的耻辱 如果荣耀 是两个人共同的荣耀 夫妻之间是互相帮助 对方做人的一点 如果有人说我老婆不好 性格不好 为人处事不好 那么作为丈夫 不应该觉得我沾沾自喜 他们都说我好 说我老婆不好 而应该是帮助自己的老婆去做人 帮助对方 在别人面前呈现出那个好的意味 但如果这个丈夫觉得 自己内心非常沾沾自喜 获得了夸奖 那么我觉得这个丈夫 已经处理了这个丈夫的角色 而其实大哥最大的问题 就恰恰在这儿 在你在帮助很多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帮助别人的同时 获得赞誉的同时 那你一定要想到 在你获得这些赞誉的同时 家里那个唱白脸的 得到了别人什么样的评价 大姐其实今天到这儿来的 是素情 没什么素情 无非是觉得内心不公平 你老唱红脸 我老唱白脸 你屁股后面的诗都是我给擦了 我唠不着一好 你获得了广大的群众基础 我唠到什么了呀 你今天来无非是素不公平而已 丈夫在外面做好人的同时 一定家里面有一个恶婆娘在支撑着 这是聪明的 所以你不用在乎那么多 你自己心里是美滋滋的就够了 好 就这样 祝你们幸福 谢谢图雷老师 好 谢谢图老师 三十多年已经过来了 其实磨合得已经很好了 我相信没像你说的那样 外人也不会评价你是个恶女 就这个嫂子肯定弟弟 他们也是比较挑大妈哥的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谁是那么傻 觉得说哥哥可以做这个事 嫂子一定是个恶人 这是没有的 所以今天来其实无碍活于 就是那一句话 年轻的时候都可以 到了年老了 就突然发现 这个人曾经的性格 你真是忍受不了了 我发现在他们这个岁数的 很多夫妻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我私底下我琢磨是因为 什么都没了 就两个人的生活里面 没有什么重心了 开始重新再找重心 你把这个重心重新找回来就好了 大哥现在是找到一个重心 是找了个狗 对吧 大姐这个重心没找着呢 你们俩要找一个共同的重心 可能会好一点 想想也那么多年了 反正就是说说吧 就心里踏实一点 舒服一点 我希望你不要太唠叨 太唠叨了 太烦了 我对你一些 很无奈 那怎么办 我看得那么脏 我又受不了 两灯吧 回吧 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结局吧 请开门 老婆 你跟了我四 跟了我四十年 也没过上去好日子 真的 没过上去好日子 好好 明天就过好日子 我抱抱你啊 来来来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谢谢你 选美女啊 好 我们见证这个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老婆 我永远爱你啊 抱抱抱抱抱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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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啊 各位老师 谢谢啊 来 请亮灯吧 好的 我们谢谢你们吧 大哥这一声说 这辈子我永远爱你 是践行出来的 谢谢 谢谢 然后今天这个浪漫时刻 是我们见到的真的一个浪漫的时刻 它不仅是形式上 也是内容上 谢谢啊 祝你们幸福快乐 请回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变得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跳 无法呼吸 相邪到老 这才是最浪漫的时刻 和最浪漫的事儿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下载 经约U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八个月了 他之前在外地工作 我就默默地等他 他那个时候对我很好 现在他回来了 却说因为他家里反对 要跟我分手 就因为我是外地的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也许你们现在正处在 从异地恋到同城恋的 一个适应期 但显然 他说因为你是外地的 他就要跟你分手 这个是一个借口 所以考虑一下 他现在是否还在爱着你 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